众所周知啊 原神中很多角色间都有很深的联系 这种联系甚至升华到了日常中的一言一行 不可贸然进攻 还有就是平日里最常见的收枪姿势 父子菊没毛病 那么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原神里那些收枪姿势一样的角色 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意外线索 首先除了钟离和萧以外 其实还有两个家伙也是这个姿势 虽然他们收枪一样 但期间等待的时间并不相同 所以每一对人啊 我前后可能都要录个十几遍 一秒一秒的去对 而在此真心求个赞吧 那么除了这四个大多数用枪的都是这样的姿势 而就不一一展示了 下面是单手剑 先展示一下大多数的收剑姿势 然后到期这俩家伙比较喜欢秀 到期的收刀是真的好听 最后就是又只有四个人才有的姿势了 尼璐和克勤 勤和林华 又发现什么没 一个国家一个不多不少 当然还是有个例外啊 就是主角也是 剩下几个是单手剑中最独特的 很符合七七和PV 凯亚也是独一无二的 很帅是不是 然后是大剑 一个收得快像极了下班的我 一个则是收得正 两个大刀裸里也是各有不同 多利肯定独一份 早又则是身高手线 感觉这个姿势以后也能给别的矮打剑 剩下的就是比较普通的姿势了 接着就是比刀卷的 宫戏 啥姿势都有 这一类勉强算人数最多吧 夜兰公子和萧公都是各有特色 萧公最爱 公子耍帅 剩下来的是这几位 最后就是打气了 首先是最不羁的三个 攻击的时候压根都不愿录武器 宁光更是全程不露 正常的是向上一甩 最帅的是散兵 看一下这姿势 还有一个独特的是 可力往中间收的 好了那么基本就是那么多了 录了我好久呀 求个赞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